去看一看 就是我们在剧中有过一个圆舞曲的部分 没有把它做得很完整 然后这一次呢又在现场 然后又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出生于1999年的宋威龙 最初以模特身份出道 2017年 他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凤秋皇 剧中的白衣少年荣指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宋威龙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2020年 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下一站幸福 和以家人之名 都让更多观众看到了宋威龙 这个外形出众的纪念演员 新的一年 他对自己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我的新年目标呢 就是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然后和我的好朋友 就是家人们 然后兄弟姐妹们 然后都能够团聚 经过2020年 这不平凡的一年 大家更能感受到 平安健康的可贵 在往最后 两位艺人还给观众 欣赏了他们 最真挚的新年祝福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开开心心的 然后开心最重要 然后努力加油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游戏冲天